在页面的视图界面上去绑定一些视价 比如说Tab,TouchStart,TouchMove,TouchEnd等等 绑定的视价可以指定一个视价处理 然后在页面里面我们可以去定义需要的这些视价处理的方法 打开Index页面的视图文件 在这个绑定了Grading数据的View的包装的上面 我们可以去绑定一个视价 绑定视价我们先要用一个Bind 后面再加上视价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去绑定一个Tab视价 这里就需要用一个BindTab 它的值就是处理这个视价用的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可以叫它TabGrading 然后再打开这个页面的主逻辑文件 在这个Page的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去添加这个视价处理方法 就是TabGrading 它会接受一个视价参数 名字可以是Invent 在控制台上面我们再去输出这个Invent的对象 在下面我们再用一下This.setsData 去设置一下页面的Grading这个数据 使用一下This的Grading这个方法 去把全局数据里面的Grading去交给这个Grading的方法 这个方法会返回书组里面的一个随机的项目 回到开发者工具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Index页面上面的这个问候语 这样会随机的在页面上面显示一个问候语 在控制台上会输出发生的这个视价对象 在这个视价处理函数里面 你可以去利用这个对象里面的一些数据 去做一些事情